真正的线弹枪神射手几乎都有个特异功能,用一年射击,如果仔细观察飞碟比赛的选手,会发现他们的枪都有个非常特殊的地方,很多枪都没有整形, 现在一些射手放弃了线弹枪的准星,因为他们知道枪管上什么位置与目标的对应关系,移除准星可以消除干扰,凭意念和经验射击,能取得非常好的成绩,但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特异功能,想要像神枪手那样枪枪命中,与长期积累的射击经验脱不开干系。 俗话说得好,好士兵都是子弹位出来的,神枪手非常了解目标,能够感受到目标的下一步动作,因而才能十发九重,培养对目标的感觉非常重要,这是有专门的训练方法的。 眼睛锁定目标,读取活动角度,在扣动扳机的时候不妨闭上双眼,用意念去击中目标,如果已经取读分析了目标的活动轨迹,即使闭上眼睛一整秒,想象着目标的活动路径,枪口随着意念摆动,在睁开眼睛的时候会惊奇, 的发现目标,居然正在枪口之上,曾经有人做过实验,对从来没有摸过枪的人进行短暂的意念射击训练,然后开始飞碟射击,在扣动扳机之前闭上双眼,居然达到了25G22中,然而在睁开眼睛之后,射击的两发射弹都没有射中,这是一种比较冷门的线弹枪射击技巧,需要大量的练习和实践才能掌握, 但这种方式练习起来非常方便,甚至不用带枪,对着空中出现的秒类练习就行,一旦熟练掌握了这种技巧,就可以尝试从腰部提枪射击空中的飞行物,这种方式最常见于飞碟射击比赛中,对于有些射手来说,视野里的一个明亮的余光,能够帮助他更专注于目标,枪械配件场瞄准了这一伤机,推出了明亮的光纤准星, 标榜这种准星是飞碟射击准星典范,当然价钱也远远高于其他的准星价格,更多飞碟射击技巧,奥运神枪手有技巧,美国射击对训练法曝光,飞碟射击毕竟是运动员们的项目, 其他人可能更倾向于用线弹枪狩猎琴类,衣裳的射击方式同样适用于琴类狩猎,线弹枪不是瞄准,而是指向或者摆向目标,而合理的摆动,应该是在举枪之前就完成的,目光要紧锁目标秒而,在眼睛没有定向枪口方向,前不要随意摆动, 当可以清楚看到目标且读取它的运动轨迹时,提枪,枪口随着鸟类的飞行轨迹保持同步摆动,在这个过程中将枪脱比到脸颊,做好射击准备,远距离射击高飞的鸟的时候,移动枪体的速度,应该是本身以为速度的一半,当枪口移动到鸟类嘴部时开枪射击,放慢速度是个有用的狩猎方式, 别小看夹角在远距离狩猎时候的作用,我们都知道使用优势眼射击,但成功的猎人必定会换边射击,调动两只眼睛同时瞄准,我们可能经常看到神枪手,我们都是一只眼睛紧闭,用优势眼瞄准敌人,然后,一击集中,别忘了,那是步枪,而这是线弹枪的大技,在线弹枪射击的时候,眼手协调和下意识, 比故意,通过准星瞄准目标有效得多,我的朋友Duff就是这样一个不在乎瞄准的人,他甚至还说每次描向目标的时候枪管看上去都是模糊的,但出乎意料的是,他每次都是我们同行的猎人中中猎货最多的,就是因为他所有的注意力都在目标上, Duff我想大多数人都知道,斜枪的时候枪口要对着地面,即使走火也不会造成人员伤亡,我承认这是一种非常安全的持枪方式,但有没有人想过猎犬,这样抬枪准备射击的时候,枪口会找到同行的狗,而如果不小心扣动了扳机,那么后果不堪设想,我就曾遇到过这样的事情, 不过所幸的是在子弹激发,的那一刻猎犬随着枪声向前冲了过去,而且处于火线边缘,那次是个有惊无险的经历,从此我再也不敢把枪口冲着地面,至少枪口要和地面平行,最好是指向天空,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�光 我和 вер的で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